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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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当时承诺说天堂W 目前现阶段是不会规划 这个所谓的三层饰品的这个制作 好 那目前来看呢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 已经开了武器 又开了这个技能书 那下面呢 是不是要开新的东西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开法的话 我觉得啦 下一个开的应该是防具 接下来开的呢 应该连这个饰品的制作 也都把它做出来了 但是这个饰品的制作呢 一样是属于几率制作 好 跟这个所谓的商城饰品 就譬如说天堂M的这种Snap戒指 轮提式耳环 这个逻辑是不大一样的 它这个是让你去几率制作一个东西 它不是说你买了之后呢 然后再几率去冲 并不是 它是让你几率去制作这些道具 所以虽然说它讲了A 它说不会做A 但是相对来说 它去选了B这条路 还让玩家来去做这些道具 那这个部分会不会出 我认为是有很高的几率会出 但是呢 事实会是如何 就让我们静观其变吧 那说到这个宝物呢 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吊宝率啦 根据以往这个游戏的经验 就是包括天堂啦 天堂2M这些游戏 我们都会发现 当官方推出了新的地图之后 这个怪物的等级更高 宝物也会更好 但除了这个之外 你只要在这些比较低等的区域的时候 这些地方所掉落的这个宝物的几率 它就会得到下降 譬如说我们以天堂M来讲好了 天堂M的阿曼之塔 它只要出更高的楼层 以下的那些楼层呢 它基本上掉宝率 就会有明显的这个调降 那在天堂W里面呢 我相信也会采取同样的设计 所以如果以未来来说的话 基本上开放了这个所谓的跨服副本 以后的话 更好的保物一定是在那边 包括官方已经揭露了 就是在那边你可以打到法师的 比如说紫色的装备 信念臂甲这种东西 那紫色的东西都可以打到了 相对来说 红色啦 蓝色啦 绿色啊 这些装备一定是机率 会比我们本服的这个Boss 还要来得高 甚至连小怪掉落这些好装备的机率 都会比本服来得高 那相对来说 本服呢 你在自己服内的这个 薄的掉落率啊 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当然这部分啊 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推测啊 天堂W会不会采用这种NC 长久以来这个 算是游戏设计的一个逻辑 就让我们静观其变 我们拭目以待 那当然了 如果说你从这个天堂2M啊 天堂M啊 一直玩到天堂W的话呢 其实在天堂W里面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 都是在以往的游戏里面看得到的 譬如说像现在这种 道具的制作啦 开心角色啦 伺服器移民啦 角色的这个职业转换啦 又或者是这种职业的 一些装备的饰品这些制作 就换汤不换药的这种概念就对了 所以官方说啊 这款游戏是NC最后一款天堂 我觉得的确有可能是 真的是最后一款喔 那只是下一款游戏呢 我帮他们想好了 叫做雪之四约 那这个游戏的背景呢 是在天堂W之后150年的故事喔 好了 那么这个影片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呢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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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